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 港珠澳大桥通车运营 连通3D的新世界奇迹 到底是一座怎样的桥 2019银河之声的全球选拔活动 拉开序幕 寻找最炫的你 科学家在地球内核中发现剪刀波 证实地球内核是固体 新闻代代库开心聊新闻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代代库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杜岳姐姐 昨天全世界最长跨海大桥 港珠澳大桥正式运营 港珠澳大桥东接香港特别行政区 西接广东省珠海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这座历经五年规划 九年建设的大桥 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桥呢 港珠澳大桥是一座智慧之桥 从设计到建造 从建造到开通运营 十几年的时间跨度 港珠澳大桥诞生了无数的技术创新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之最 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 由海中部分主体工程 两个口岸人工岛 三条连接线组成 其中海中部分主体工程 总长约29.6公里 包括22.9公里长的桥梁段 和6.7公里长的捣碎工程 也就是西人工岛 东人工岛和5664米长的海底隧道 举世瞩目的超级工程 港珠澳大桥 使中国桥梁快速崛起的缩影 充分彰显了我国的经济和技术实力 其实很多保存至今的古代桥梁 也蕴含着先人的宝贵智慧 接下来咱们就在广东了解一下 中国四大股桥之一的广济桥 横跨寒江两岸的广济桥 位于广东省的潮州市 它是古代广东通向免浙的交通药金 也是广东省内最古老的大桥 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 这天下午 潮州市承担小学舞蹈社团的同学们 来到广济桥采风排练童鸟 这首童鸟倒出了广济桥的构造特点 它是由18艘船和24座楼台共同组成的 这种特别的设计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在南宋勤到七年 第一个在江上建桥的支湖征湾 它当时建出来的桥很特别 86只木船 一个桥墩 像川少爷把它穿起来连接东西两岸 然后在征湾之后呢 是每一任来到潮州做官员的支付呢 就以他们当时的人力跟物力来建桥墩 今天我们看到的大大小小的石墩 是几代人经过60年的时间慢慢建成的 每增设一个桥墩的同时 就减少中间的缩船 最后才变成了现在的格局 每天下午5点中间的12艘小船会被拖走 保证来往船只通航 等到第二天9点再复原浮桥 这种起壁式结构也可以解决江心水流湍急 难以架设桥墩的难题 今天中国桥已经成为展示中国形象的新品牌 一座座超级工程正在不断地被写进世界桥梁史 但是像广济桥 赵州桥这样凝结着古人智慧的古代桥梁 仍然值得我们点赞 未来随着科技的发展 咱们国家一定可以完成更多更伟大的桥梁工程 期待设计建设者中也能有同学们的身影 2019银河之声全球选拔活动已经拉开序幕 被选上的同学将接受导师团的重塑 成为中央电视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的特邀演员 登上央视舞台 2019银河之声与往年相比有什么不同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杨光姐姐 今天我们的2019银河之声融媒体活动 来到了美丽的云南安宁 今年的银河之声活动和去年比 不但有唱一个跳一个合奏一个环节 我们还增加了赞一个环节 银河之声是少儿频道庆祝新年的特别节目 有才艺的会唱歌跳舞的同学都可以报名参加 而2019银河之声有很多特别之处 比如鼓励同学们通过最酷炫的方式把才艺秀出来 还可以真诚的为其他同学点赞 这样做是为了让更多同学能够登上我们少儿频道的舞台 这一次为了选拔优秀节目 银河之声来到了云南安宁 美丽的安宁历史悠久 而且居住着39个民族 这里的小同学都是多才多艺 我们的主持人和安宁的同学 相聚在古老的摇层楼下 漫步在充满文化气息的太极书院里 为全国的小观众找到了一个又一个极具地域性和民族特色的节目 安宁丰富的民族文化也给他们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参加我们银河之声的直播了 但是却是第一次来到美丽的云南省安宁市 这里还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 当然给我感受最深的还是这里的孩子们带来的多才多艺的表演 通过这次的直播让我进一步地了解到了云南丰富的民族文化 地球有许多奥秘值得我们去探寻 你知道地球的内核是什么样的吗 地球的内核位于地球中心 温度高达6000摄氏度 1936年科学家提出地球内核其实是固体的 但是这一说法没有得到过证实 19号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发表论文称 他们对不同类型的地震波进行监测 在地球内核中发现了剪刀波 而剪刀波只能在坚硬的介质中传播 这也证实了地球内核是固体的说法 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寻找最美孝心少年 14岁上海男孩隋意远不顾家人反对 坚持给突发急性白血病的妈妈捐献骨髓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呆呆库 今天的寻找最美孝心少年 我们来认识一位上海男孩 14岁的隋意远 妈妈突发急性白血病 急需骨髓移植 她力排众议不顾全家人的反对 坚决给妈妈捐献骨髓 爱说爱笑热爱生活的妈妈 突然一夜之间被改变了命运 M5B型急性白血病 是白血病里最凶险的一种 短时间内妈妈病情恶化很快 高烧不退口腔全部溃烂 全身睁眼 药液已经输不进 塌别的血管 隋意远的妈妈备受折磨 几乎要放弃生命以求的解脱 而唯一能挽救妈妈的办法 只有骨髓移植 然而中华骨髓库配型无果 亲属之间配型效果都不理想 而当时只有12岁的儿子隋意远 与妈妈配型相似度之高 让医生都感到惊讶 达到99% 一方面是在想 这个儿子这么小 腺肝肝肌 是不是会对他本身有影响 第二点我还是在想 因为就是如果你移植失败的话 反而是加速了这个病情 就是更没有挽救的余地 一边是病情凶险 生命岌岌可危的妻子 一边是从小从生病 身体正处在发育中的儿子 应该如何选择 原本烟酒不沾的爸爸 现在经常一个人躲在阳台上偷偷抽烟 这一切随意远都看在眼里 我觉得这么多压力 让我爸一个人承担是很痛苦的 也是一种很残忍的事情 我希望能帮他分担一点 然后当时我也跟他们开前不公地说了 我要去捐线这个东西 瞒着妈妈和家里人 医院和爸爸做骨髓移植的准备 捐线骨髓前 为快速增加体内白细胞 要打一种特殊的针 因为年纪小 医院出现严重过激反应 挨过41度的持续高烧 挨过各种身体的疼痛不适 医院坚定不移地走进了骨髓移植病房 开始我儿子还说 爸爸好疼啊 爸爸好疼啊 等弄到后面 他这个基本上不太能动 基本上手都码掉了 成年人抽取造血干细胞 一般一次就可以完成 大约三个小时 当天随医院足足用了六个小时 随后医生说 因为年龄小 细胞数量不足 第二天还得再抽一次 连续两天抽取骨髓的煎熬 让医院精神萎靡 体力透支 但他心里却忽然觉得自己长大了 就是觉得除了我 可能也没有别的人 没有比我更好 更适合的人站出来去担任这个角色 像一种责任感吧 也是包括了我觉得 我觉得我这种责任感 也包含了我对我妈妈的爱 医院的造血干细胞 注入妈妈的血管里 也注入了生命的希望 但好久不长 很快妈妈的白血病再次复发 我真的是气死了你知道吗 我说我太不争气了 我说气死了 然后她跑进来 人家二话都没说 她说妈妈你怕什么呀 她说人再多好 人再就好 她说你再就好 她说输多少次我都跟你输 其实我妈背负也是很多的 比如说 因为你想就是 大家都在为一个人努力 但她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时候 她也只能咬着牙 让自己熬过去 依然是六个小时 依然连续两天 巨大的痛苦 医院不愿跟家人提起 哪怕吃言片语 因为她知道 家里每一个人都在煎熬 每一个人都承受着巨大压力 隋医院有一次 就是在捐骨髓的过程当中 在班群里面说了一句话 说我太痛苦了 痛苦的我都想骂人了 那么这个孩子其实从小到大 都是很温和的 也从来没有听她抱过任何的 一句粗口的话 肯定是她身体上的痛苦 已经超过了她能够忍受的 这个范围 微信群里 老师同学们 你一言我一语的远程陪伴 给了一元莫大的鼓励 既然儿子受了这么大的苦 如果我不坚强的话 如果让她白付出的话 那我太对不起她了 我第二次是怎么称 有勇气选择这个的 其实我很佩服了母亲 有一部分也是因为母亲的原因 因为我的母亲受到痛苦 至少受到 不说二十倍 至少十倍也受到 但她都能那么坚强的 为了我们好好的活下去 因为为什么儿子 就是老师面待微笑 不管任何情况下 基本上一直是面待微笑的 我觉得真的就是 你看到一个微笑的 可爱的小朋友 你就觉得想面对的一个阳光 自己心情也会好起来 你可能会发问